你看前面的pocket是这样子车 大个的 然后它有一个这样子的bucket 它不是bucket是车多一个这样子的扣 它的款式 其实它是一个pocket的车 车工是非常复杂的 我身上穿的黑 还有卡其色 卡其色的cutting效位会比较大 可是如果你只是单单买一个色 你就不会觉得 如果你买两个色回去 你穿在身上 你才会觉得卡其的会稍微偏大一点点 前面的口袋是functional 然后后面裤头是rubble elastic 还有就是后面的口袋是假象 functional的只是在前面 没有拉链扭扣 可是它一样有做了这个拉链扭扣的款式 前面的扭扣也是款式来的 它后面整件裤头是rubble elastic的 一样是有绑镖的耳朵 如果你穿了威松 可以选择绑镖 尺寸的处理一样 一样是穿得到end的 还有特别 我喜欢这个上衣 这个上衣装非常好看 可以 来裤子 我们先讲裤子 这个裤子我是穿着m 他们穿着m 拉伸的话是肯定还有空间 所以说这个裤子一样整体来说 要能接受贴身 根据尺寸多一个23cm是可以的 因为它可以拉 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下围呢 建议说根据尺寸的话 多一个2cm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跟我的尺寸下单 两个颜色啊 你都可以带走m size 没有问题啊 卫松可以加腰带嘛 它很贴心 厂家有住我这个耳朵 毕竟有些人拉伸的 它可能卡中间嘛 那么如果你拿大的话 卫松你们加腰带就好了 它的口袋很特别耶 很复杂耶 它的这个口袋啊 对 款式方面啊 这样子的裤子啊 前面的口袋这样子 是第一次啊 算是一个新的款式之前是完全没有过 所以说两个色啊 如果你的尺寸不过一样啊 带走m就好了 所以要卡其跟黑 卡其s我只有两件罢了 对 所以你们如果要卡其s动作快啊 可以说这期找这种西洋密道管庫呢 不要错过这个款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纯新的款式 再来一次 我是穿着m size 我没有讲你 价钱 jpg42价钱是69啊 卡其的s只有两件 应该说卡其的数量很少啊 只要卡其色的话 更加快啊 ok 因为基本上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子的款式 然后它裤管啊 不是太大的那种 是刚刚好的 两个色 面料就像我刚才讲 它面料跟以往那种西装布 面料效位不一样啊 它是我们之前有个裤子是这一个 so far有过两个裤子啊 是用这一个面料 卡其和黑 短裤啊 ok 来我就换卡其色给你们看 所以要卡其色 记得啊 下单赶快啊 因为s很 基本上卡其数量很少啊 所以说卡其的卡其的效位比较大啊 他叫你说很上衣啊 他叫你说很上衣啊 你等一下我就介绍了啊 ok啊 so 白色s给你啊 白色s给你啊 ok 虽然说卡其的卡其的效位比较大 可是穿在身上不会松啊 ok 你是不会感觉到它有很大 为什么 因为整件后面裤头是这样子的 wapelastic的 ok 我现在换了卡其色 呃 卡其是有点复古的那种感觉 我很多时候 我 我很少会穿黑色的裤子 ok 我会比较偏多卡其啊 白色这样子 所以我基本上也收了这一件的卡其色 ok 口袋在前面 ok 旁边有开个小叉 他左右两侧 旁边是这样子有开个小叉 给你看啊 他左右两侧这边是这样子有开叉的 后面的口袋是假象 functional的只是在前面 也要啊 像他讲的 这边前面他有做了假象的拉链扭 其实是没有的啊 他就是后面裤头啦 被拉锡穿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套上来 我身上的卡其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XL JPG42 价钱是69 一样这些款式 minimum selling price 一样是有产家规定 必须要卖的价钱 ok 卡和黑很容易选 想要找短裤的啊 找比较全新的那种款式 因为第一次啊 短裤有这样子的口袋款 ok 助理是穿M 我是穿着S JPG42 价钱是69 S到XL 两个色 走多一次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 穿了微松的话 可以选择宝 OK 没有的话我就要介绍 应该这么说啦 两个色都是裤子的经典颜色 我可以选择宝 其实不只能经典颜色 就看你自己喜欢啦 OK 就看你自己喜欢 没有的话我就要介绍 我在身上穿的这件上衣 看似很简单 可是穿着最绣子 很好看 对 就是太绣子了 要拍 对 它是绣子那边特别 来这上面主播是穿的S